陈帅一直在想 人可以穷奢吉遇到什么程度 陈帅的圈子里 有一位顽固子弟 外表斯文 戴着金丝眼镜 大家都称呼他远哥 上个月 远哥带着陈帅几个在街边吃饭 随手丢了几个烟头在地上 旁边搞清洁的大爷拿着扫把走过来嘟囔道 真没素质 有烟灰缸还往地上扔 远哥弯下腰捡起了烟头 赔了个不是 旁边的女生摸了摸远哥的手 捡什么呀 多脏 养他们不就是为了干这个的 远哥甩开女生的手 呵斥到 再脏也比你干净 女生脸色一白 没敢说话 大爷走后 远哥拿起电话 没过一会儿 几个社会青年打扮的小年轻走了过来 远哥掏出一张银行卡往地上一扔 指着不远处的老人说道 你们谁把那老头打进医院 这张卡就谁了 那天傍晚 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围殴一个七群老人 打了至少十几分钟 老人被打得肋骨断裂 颅内出血 陈帅在一旁低着头 握紧了拳头 没有说话 心里想着他们没有父母吗 派出所里 打人的混混们都抢着认罪 都说是手痒 主动殴打老人的 他们都知道 谁最大 那张卡就归谁